美国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至少以我在美国的经历来说 是的 如果你有在美国生活的朋友 他们可能都会告诉你 美国的法律制度很严谨 信用体系很严格 犯罪成本很高 失信后果很严重 美国的华人圈子人人谨小甚微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 美国灵源够泛滥 参与者逍遥法外 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好的法治呢 2021年 洛杉矶的火车灵源 就在中国媒体刷屏 自2020年12月以来 洛杉矶县铁路沿线的盗窃案 增加了160% 每天大约有90个货柜 遭到破坏 令人震惊 事发地点是洛杉矶的 Lincos Heights 就是洛杉矶的市中心的摩天大楼 一片狼藉的洗劫现场 和远处高耸的摩天大楼 形成了剧烈的反差 世界名流云集的比伏利好债区 跌岸发地只有20公里 环球影城也就在10公里之外内 总之 绝对不是荒郊野外 人际寒致的地方 在美利坚合众国 光天化日之下 聚众流云构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以美国的能力 见神杀神 见佛杀佛 美国总统坐镇白宫 指挥地球另一段的海报突击队 刺杀隐藏在巴基斯坦的本拉登 就像玩一盘电子游戏 捉拿几个盗窃火车的小毛贼 完全一如反掌 如果抓一批典型 不法之徒就会怕了 怕了就不敢了 这是很简单的治理逻辑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有没有严厉惩 灵源够参与者 显然是没有 美国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 正经工作 胆小怕事的中产阶层 一无所有 无所顾及的社会底层 占总人口1%的富豪经营统治阶层 这三个体系几乎是完全隔离的 美国的中产是最守法的阶层 顶层的富人 制定法律 玩弄法律 底层的穷人 无视法律 去监狱吃牢饭 还可能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总比无家可归强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 2019年 美国1%富人的收入 已经超过全部中产阶层的总收入 但由于说一 就算近年来 美国中产规模不断缩水 但在美国 只要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生活质量相当不错 只要你不太挑剔 可以做到家家住别墅 户户有草坪 人人开汽车 放眼全世界80亿云云众生 这绝对是人上人的生活 相比中产阶层 美国的底层是一个糜烂的群体 他们看不到美好生活的希望 也没有阶层内袭的欲望 纽约时报称 2020年 美国贫困人口的数量 猛增了330万人 达到了破纪录的3720万人 超过总人口的11% 在中国农村 哪怕再穷 至少还是有房有地 那就是牵挂 不会穷凶极恶 铤而走险 而美国的穷人 则是一无所有 教育程度很低 健康条件极差 肥的惨不忍睹 几乎人人嗑药 疫情期间 救济款到手 美国穷人 首先想到的是科药 中国普通人的人生理想 提升技能 买房置业 培养子女 在美国底层是不存在的 可以说 如今美国的社会底层 已经逐渐动物化了 法律是用来管理人的 不是用来管理动物的 动物和人相比 至少有两个特点 首先 动物做事情完全凭本能 不考虑后果 缺乏深度的思维能力 所谓动物的本能 就是吃喝拉撒睡 传宗接蛋 除此之外 没了 其次 动物缺乏大规模的组织能力 你可以看到一群狼 伪劣造羚羊 但你不可能看到 几万只狼 在头狼的带领下 集体行动 美国动物化的底层 是怎么形成的 美国的体制决定了 美国的基础教育 必须是自由的快乐教育 结果就是 天才茁壮成长 反而雪渣遍地 有钱人家的小孩 放学就补课 还有各种才一般 而穷人的孩子 无忧无虑 没心没肺 业务教育阶段 就是人生最快乐的阶段 一出校门才发现 连加减乘除都不会 只能去麦当劳端盘子 如果说 以前的南非是种族隔离 那么如今的美国 就是生殖器隔离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儿 打地洞 基础教育的尽头 就是阶层分离的起点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15岁学生 阅读 数学 科学能力 评价研究项目 根据OECD的数据 2018年 PISA分数最高的是 中国1736 而美国几乎垫底 只有1485分 美国作家Bill Brisson 在失落的大陆中说 我们美国高中生 蠢得和猪口水一样 有三分之二的美国高中生 不知道美国内战 什么时候发生 80%的学生 认不出斯大林和丘吉尔 三分之一的人认为 多斯福是越战时期的总统 接近40%的人 连一个亚洲国家的名字 都叫不出来 猪口水是作者原文 可不是我说的 相对于美国科技强国的地位 人均GDP 超6万美元的经济水平 美国基层百姓的 教育水平低导致职业技能低 无论农业或工业 低技能岗位很容易被取代 以前美国产业没有外移 矛盾并不突出 当年的美国工农和蓝领 干着很普通的工作 拿着比全国同工种 高几十倍的工资 照样可以买得起别墅 有草坪 有车库 甚至还有游泳池 每年带一家大小出国旅行 过着优雅的生活 这种优雅的生活 就像一个肥皂泡 被美国精英阶层主导的 全球化给戳破了 资本家把工作 转移到低工资的穷国 教育水平低的人 立刻大量失业 同时 美国创造了很多高收入的岗位 但这些岗位需要高技能 普通美国人不能胜任 社会底层的动物化 是美国的现状 我们可以用低人权优势 嘲笑美国 但我们一定要认真了解 这种体制 毕竟 美国目前是这个世界上的老大 老大处心积虑 想搞死老二 只不过目前 他有意愿 但没能力 只能干一些下三乱的把戏 美国一路走来 扳倒了一群老二 先是英国 然后是日本 最后是苏联 苏联倒了 但美国还活着 年年被嘲讽 碎碎当老大 苏联倒台之后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 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也是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 美国从13个英国殖民地的合众国 发展成一个 几乎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 它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 很多事情 看上去很荒诞 但背后的运行的潜规则 却有着一套 精密自洽的逻辑 为什么美国放纵 集体凌原垢行为呢 首先 凌原垢的损失不大 我在美国 也亲眼目睹最底层的熊人 说直白一点 那些参与凌原垢的人 基本上就和动物一样 做事情根本不动脑子 既不考虑法规 也不怕坐牢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一辈子的追求 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 对了 还有交配 非洲草原上的狮子 如果肚子饿了 抓不到猎物 连自己的子女都可以下手 这就是典型的动物行为 美国的凌原垢 只是一种本能的冲动 行动前无计划 行动中无组织 行动后无总结 意识冲动 想搞就搞 搞完就散 这种随意性非常强的 零原垢的场面 看上去很惨烈 其实破坏力并不强 食物商品在经济结构里的 比重越来越低 美国制造业 只占GDP的11% 澳大利亚 只占GDP的6% 如今美国市值排名前十的 公司根本没有制造业 如果有 也是把生产外包 比如苹果公司 威亚一个购物主播 光补税就是17亿人民币 而普通小工厂 一年的净利润 甚至还不到百万 世界经济 已经彻底金融化和虚拟化 财富从实体经济 向虚拟经济转移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波尔玛一个店面的商品 最多几百万 而美国头部科技公司的市值 动辄几万亿美元 食物商品看上去很显眼 其实不值钱 只要美国头部科技公司 保持竞争力 零原垢这点损失 对于整个美国 连九牛一毛的都算不上 其次 零原垢的范围不大 美国的零原垢 别说没有全国性的组织 就连一个城市内 都缺乏统一的组织结构 所谓零原垢 只是一种漫无目标的哄抢而已 这种随意的零原垢 在电视新闻里 画面非常难堪 火光冲天 遍地狼藉 看起来美国糟透了 有一种随时会崩溃的兆头 但真相是 零原垢本身 并不威胁美国的整体社会稳定 看到零原垢的新闻 爽一下就好 千万别以为 这就是美国的全部 或者是美帝崩溃的前兆 零原垢在美国历史悠久 早就见怪不怪 零原垢活动 有一根不可明说的底线 那就是组织化 一旦触犯这条底线 将被无情地打击 2021年 在川普的号召和默许之下 美国白人右翼组织 Prod Boys和Auth Keepers等 进行勤王 在国会大厦搞闹事 结果 美国的统治阶层 就像街道圣旨一样 配合默契 严厉打击 动作整齐划一 从Facebook到Twitter 再到Instagram Reddit Witch YouTube 甚至董王想自己 扮设交媒体 连Amazon的云端服务器 都屏蔽董王 因为董王就是 国会山之乱的组织者 打蛇打七寸 董王可以不死 但必须闭嘴 一旦董王的先例一开 以后美国的零原垢活动的目标 就不局限于超市商店了 全国统一行动 去洗劫银行富人区 不是更香吗 为了避免 anti-government的组织化 基因阶层配合默契 没有明文规定 但大家心知肚明 再次 零原垢是低成本的维稳手段 零原垢不一定完全是坏事 短期来看 毁坏社会财富 破坏社会秩序 但长期来看 是一种疏导社会压力的必要手段 欧美发达国家 零原垢活动 有一套完善的机制 零原垢属于保险范围之内 大多数店主 淡定目送抢购者 抱着战利品走开 从容保留现场证据 事后 一切损失 都由保险公司赔偿 至于保险费 羊毛输在羊身上 都是由消费者买单 准确的说 零原垢的买单者 是广大的中产阶层 而不是美国的统治阶层 更不是底层的穷人 底层穷人 可以分享零原垢红利 而顶层精英 根本不购物 对于打砸抢 没有切肤之痛 他们最大的利益 是选票 零原垢也是一种变相的福利 用中产的钱 来收买底层选民 对美国来说 小乱可以放纵 但大乱绝不容忍 一次又一次的零原垢活动 就像一次次的疫情爆发 爆发次数多了 整个国家 对于零原垢的免疫力 就增强了 到最后 人人见怪不怪 就形成了 对零原垢的群体免疫 对于美国来说 零原垢就像 高压锅顶部的排气阀 当锅内的压力 达到一定程度 排气阀就会被顶起来 让气体外泄 就可以防止压力锅爆炸 零原垢 只是美国血压体系里的 一种配置而已 卸压机制的王炸 就是每四年一次的选举 让我举一个例子 法国皇帝路易十六 也被戏称为美国国父 如果没有他的鼎立之时 就没有美国的建国大义 八年的美国独立战争 以英国失败而搞终 整个过程就是 英法欲望相争 两败俱伤 法国出了一口气 美国羽翁得利 独立战争期间 英国一共花费了 2.5亿英镑 1900年 德国海军军费 也不过740万英镑 只相当于一个零头 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消耗 可想而知 路易十六为了支持美国 不惜砸锅卖铁 甚至借钱 法国人花费了13亿里夫尔 大约相当于130亿美元 而美国人自己 在独立战争中 才花费了4亿美元 也就是说 法国人战争期间的财政投入 是美国人的30多倍 法国财政彻底崩溃 根本无力偿还 虽然都是国苦亏空 但英法两国的处境 却截然不同 在法国 炸一台高筑 最终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法王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 几乎满门抄斩 成为欧洲第二位被处死的国王 为了帮美国 波旁王朝的江山 和路易十六的老命都丢了 美国国父这个称号 路易十六不配 谁配 而在英国 数大根深的灰格党倒台 年仅24岁的托利岛 威廉·比特 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 威廉·比特 一共当了18年343天 也是英国历史上 任期第二场的首相 独立战争的失败 英国元气大伤 但却没有影响英国的大局稳定 英法两国同病却不同命 根本原因是 两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完全不同 英国早在半个世纪以前 就经由光荣革命 晋升为了有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 而法国却还停留在 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专制时期 英国的合法性来源于选票 路易十六的合法性来源于政绩 合法性来源的不同 导致了同样的失败 不同的下场 当时英国已经是民选内阁 选民自作自受 愿赌服输的体制 每次大选 不一定能选出真正的人才 但至少可以让选民出一口恶气 尘埃落定 回归新生活 大选本身表面上是为了临选人才 但实际上最大的功能是发泄怨气 这样做的好处是 周期性排毒 保持社会稳定 坏处是 效率低 长期一而不绝 政客为了选票 也只能看眼前利益 而看不到长远好处 而在君主体制的法国 一切国王说了算的朝廷 对路易十六来说 他要稳坐王位 在国外就要让法国扭起冲天 在国内 要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只有这样 老百姓才会愿意 让赌出一部分权力给国王 比如说 当国家顺风顺水的时候 国王的权力无限大 执行效率非常高 当时的波旁王朝 几乎称霸欧洲大陆 坏处是 一旦遇到困难 老百姓就把所有的错 都怪在君主身上 法国老百姓翻脸 比翻书还快 昨天还是无皇万岁 今天就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在路易十六归天229年后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100万大关 但美国丝毫没慌 董王被赶下台 税王接着瞎稿 就算税王的民调跌到谷底 大不了下台一鞠躬 回家写回一路 几千万美元的稿费 轻松到手 几辈子都花不完 100万颗人头落地 换来了美国的全体免疫 对于那些死去的人来说 这是不可承受之痛 董王税王的每一根头毛 掉在普通人头上 都是一座落鸡山 根据美国CDC的数据 美国新冠死者 65岁以上占了80% 55岁以上占了92.2% 对美国的政客来说 死100万不一定就是坏事 不但省了大笔退休金 还是人口年轻化的难得机会 疫情初期 德州副州长丹帕特克 就公开呼吁 老年人要为了经济 自决让路 为国捐区 是不是很残忍 这样的州长 是不是该千刀万剐 想多了 这位老兄后来依然竞选连任呢 如果中国的干部说这种话 会被微博上的口水淹死 乌纱帽立刻落地 这就是中美的巨大差异 如果按照美国这个死亡率 我国要死多少人 想都不敢想 这不是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 还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但美国不一样 他们信奉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抢都让你抢了 骂也让你骂了 选也让你选了 你还要怎样 不都是你自己选出来的吗 实在不行 下回再选了 过去几百年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 都这样过来的 但这个机制有一个bug 就是成本太高 每一次泄压都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物质成本 另外 这一套机制也不一定适合每个国家 如今全世界有197个国家 绝大多数都实行这种机制 但成功的一直是那几十个 其中人口超千万的 也就欧洲诸国 美加澳日等 可以说发达国家普遍实行这种机制 但并不意味着 实行了这种机制 就可以成为发达国家 相反 大多数都是贫穷国家 甚至是失败的国家 如果亲眼见过美国穷人 就会由衷感叹 那是一个被抛弃的群体 在中国 所头等大事 扶贫投入的不仅仅是资金 还有巨大的人力资源 导致贫穷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观念 而最难改变的也是观念 多少乡镇干部苦口婆心 不但要帮穷人建房子 还有督促他们到培训中心 学点新技能 结果西方媒体见缝插针 污蔑我们破坏人身自由 中国是扶贫这种事情 在美国不可能发生 任务太重 见效太慢 一个总统任期才四年 饮吃卯粮 直接发钱效率最高 相当于用国家的钱买选票 我们必须带着老弱病残一起走 一个都不能落下 而美国呢 为了国家利益 随时可以牺牲弱势群体 用最低的成本 把没用的最底层穷人动物化 再用无形的围墙 把他们隔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 可以自甘堕落 但不能破坏大局 这就是美国不可明说的竞争优势